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啊! 歡迎你和大家一起,我們又開始我們今天現經的討論時間 那我們呢,是會繼續在這篇104篇 這裡是講到神的供應,神照顧萬物 更加照顧愛他的人,聖經是很清楚,就是說不是所有基督徒得到同樣的祝福和幫助的 因為聖經是很清楚說愛他的人,神就為他預備,祂想都想不到的恩典的 先求神的國同與義,這一切就加給我們,所以是神更大的祝福,那些愛他的人 我們現在就繼續看這篇104篇 我們上次看到水,神創造水,神創造水是很奇妙的 是令到整個世界能夠有生命,而且很特別的是四道水是最重的 所以在北極南極,當它很冷的時候 那些水在下面呢,是去到四道,那麼再冷一點就會浮上水面了,就變成冰了 所以底下那個溫度就不會,就是那些魚和生物可以繼續生存,這個是神很特別的恩典來的 那跟著呢,就是十四節了,詩篇104篇就是十四節 它使草生長吸陸粟吃,使菜疏發展,供給人用,使人從地裡得到食物 那這件事也是神很奇妙的工作,就是呢,神在地上呢,叫草和各樣的植物生長 那如果沒有動物去吃這些草呢,那些草就越來越多了 那神呢,就創造很多種生物,它們能夠消化草 那譬如牛呢,它有四個胃的,這四個胃呢,它們會將消化了的食物呢,反復 消化過之後,又割出來,又再咬過,然後又再消化過的 那這樣東西是,人呢,其實吃草是消化不了的 那但是呢,有很多種動物,都是能夠消化草 那這個呢,就造成了一個食物鏈 就是說,草供應很多的生物 那而,人類犯罪之後,動物呢,就需要吃肉 就是有些動物需要吃肉,人也需要吃肉 那在人類犯罪之前呢,動物呢,就是吃草,人呢,就是吃生果 但是呢,犯罪之後呢,神是容許他們可以吃肉的 那這個食物鏈呢,就是神用草,就是 剛才創造草,在這個世界上呢,供應很多的生物 那這些生物呢,也供應那些其他一些動物 那他們呢,是吃草的動物 那然後,那一路那個食物一路上去 能夠令到整個世界不同的生物都有食物 那這是神的供應,整個系統供應它 讓它呢,能夠有足夠的食物 那然後呢,就是,神又給我們有菜蔬啦 那其實呢,神的供應是很特別的 神的供應是很特別的,就是它是照顧得非常周到 令到整個系統是很完美的,當在人類破壞這個環境之前 其實那些生物那個系統是非常完美的 這個就是神供應各種生物的方法,讓各種的生物都能夠生存 其實有很多地方它們捕魚很重要,就造成食物不夠,就是魚不夠 有時候它們有一些禁暴魚區,當它們有禁暴魚區的時候 很快那些魚又生回來,就令到這個地方很謀成 還有有些人它們破壞這個環境就是用拖網,拖網是破壞海底環境很重要 有些魚船它們不顧及以後是怎樣呢? 它們用拖網一拖的時候,將水底的植物和珊瑚一起破壞 這樣的時候那些魚沒有住的地方就造成很大的問題 我們看到這裡是神本來創造制,很多種的生物 能夠供應不同的生物 有時候如果大家看那些National Geographic 國家地理的那些影片,你會看到那些魚很大群 有些很大群的魚,然後有不同的動物 到時到後知道那些魚繁殖就會去那裡吃那些魚 或者吃它們所生的卵 還有一些牽涉料,神很特別的 讓它們知道什麼時候去飛行 它飛行去到那個地方就剛剛在那裡有很大群的魚出現的地方 這也是神的特別供應 好了,相對地在屬靈上,神也是給我們生命的糧 耶穌就是我們生命的糧,叫我們能夠從神得到飽足 耶穌也說出入得草吃,我的羊出入得草吃 我們能夠得到屬靈的供養 這個呢,我這個解釋 我是對比神在自然界所做 然後對比在屬靈境界神所做 這個從詩篇104篇是看不到神的屬靈的供應的 不過我只是把兩樣東西放在一起 是我個人的對比 就是說神如何在物質境界上供應生物 也都在屬靈方面供應他的兒女的 那麼我們看到呢,就是信靠神的人都得到飽足 不過我也都知道有很多人呢 他是沒有學到怎樣從神得飽足 他只是覺得,我要看聖經,我要祈禱 有些會這樣想,就是這樣想都是好 有些簡直都沒有想到的 只是說,我孫耶穌為什麼還這麼不開心呢? 他沒有想到他需要親近神才能夠得力 那麼這個第一個問題呢 就是很多人不懂得領受神的生命的良 神會供應我們屬靈的需要 要我們有屬靈的力量 那麼有些人呢,他們有親近神 不過呢,得不得力 那麼我自己覺得呢,有很多人 因為我在網上有很多影片 很多人,就是說請我幫助他的靈命啊,情緒啊 就發現呢,其實很多時候這些人的問題在哪裡呢 就是他經常注目在他自己的個人問題 他就算親近神的時候,他經常都說 那些人這麼不好,而且他們不明白 那些人的不好是罪的問題,不是神的問題 有很多人就會說 如果神這麼好,為什麼世界這麼多問題啊 為什麼世界打仗啊 為什麼這麼多不公平啊 為什麼教會這麼多不公平啊 他看不到呢,是神想這樣的 神不是想是這樣的 但因為神是給人自由意志 他不會說,人一不好就立刻去擊殺他 神不是這麼做的 如果神是這麼做,他立刻擊殺了這個世界上的所有不聽話的人 但是神沒有這麼做,那他們就覺得神不公平 為什麼神會這樣呢,他的心裡面有憤怒啊 那我們學習就是說,接受世人都犯了罪 這個世界就是很多問題的 而聖經講到末後的日子是越來越多問題的 那我們知道的時候,我們接受 因為人聽神的話才是有這麼多問題的 當人聽神的話的時候呢,神是會更大的祝福的 那另外有些人呢,他們不得力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他們呢,經常注目在他們面對的問題 經常都說,哎呀,我家人不好啊 我丈夫太太不好啊,令到我很痛苦啊 我經常都很煩惱,很煩惱 那這個呢,就是他因為問題,他的問題不得力了 得到這個生命的良的祝福 那我們需要學習就是說呢 我們世上需要有困難,但是神呢 在一切困難中幫助我們 我們學習,不給自己的煩惱影響 放下這個世界上的一切 就是說有人對我們不好啊,有人傷害我們啊 我們不要當成一件很大件事啊 其實不要緊要的,他們不能夠拿走神的恩典的 那另外也有些人呢,是懂得如何親近就得來 他們祈禱的方式只是祈求 耶穌就說,你不要像外邦人那樣 那些不信的人呢,他們呢 現在以為話多了一點,無誰聽啊 就是以為猛這麼說,猛這麼說就得無誰聽 其實呢,祈禱的時候,我們多些感謝神 因為聖經說,我們愛神呢 神就為我們預備,我們想都沒有想到的恩典 所以,想得到神的祝福呢,反而是愛神 還有呢,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 這樣的時候呢,神就會將祂需要的給祂 那所以呢,我們不用祈禱的時候呢,經常都說 神啊,我需要找份工啊 有些人就會問我的,他說 我現在有個問題,怎樣祈禱才得到這個幫助呢? 那我就說,不是你怎樣祈禱啊 是你愛神,神就會祝福你的了 不用說,我一定要,就是有些人以為呢 就一定要怎樣說法,神才祝福的 其實不是一定要怎樣說法 而是我們學習去愛神 也都深信我愛神的時候,神會歡喜呢 我們就會能夠得力了 用整個心靈誠實去敬拜 整個心靈歡喜神 感激神,愛神 神呢,就歡喜呢 神就會大大祝福我們的生命 那這個是需要學習的 那我也有一個祈禱錄音 如果你想要的話,你可以告訴我 我在群島又可以再發的 那大家就可以跟著來祈禱 那祈禱那個方法呢,就是說 多謝天父愛緊我們,多謝天父 我們全心愛你,感謝你,讚美你 我們愛你你就歡喜了 就是一種跟神的交流 那我們祈禱除了跟神交流 也都當然是有求神祝福 首先我們委身,就是我們委身去聽神話 委身的祈禱,將生命見上給神 求神去使用 還有呢,我們祈禱呢 就是求神祝福這個世道 要更多人能夠認識耶穌 能夠得著救恩 當我們以神的事為念的時候呢 神就會大大的祝福我們 這就是我剛剛講到這個生命的糧 怎樣可以領受這個生命的糧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呢 關於怎樣領受生命的糧 怎樣在屬靈生命上是飽足的 因為我們這次主題講到就是 如何深信神的供應 如果神給我們生命的糧 也都必然供應我們所有的需要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就 又跟著講到 得酒能悅人心 得油能夠潤人的面 得良能養人心 那這裏也講到一些特別的神道的東西 就是酒 這裏講到酒能夠令人開心 那聖經不是禁止喝酒 不過就叫我們不要醉酒 那當然其實我也鼓勵人 不要喝酒的 因為容易會容易 有時候不開心就會醉酒 那這裏呢就是講到神可以做不足的東西 的食物呢是令人開心的 還有油能夠潤人的面 那神做很多油呢 可以滋潤皮膚 還有很多醫療性的作用 就是神做食物 也都做很多種不同的自然的物質 是我們可以使用的 對我們身體有益處的 還有得到糧食 那然後呢就下的十六節 就講到另一樣東西了 就是神做樹木 是耶和所栽種的滿了執象 雕鳥在其上搭窩 那這裏講到呢就是神做很多種樹 都有執象 這個東西也是神做的很特別的東西 在我們在神做的萬物中呢 我們看到譬如中醫呢 就是在自然界中很多樣東西 找到一些醫療的方法 都是用那些自然界的樹 或者其他的出產的地方 譬如我們有的橡樹膠 那些橡樹呢就會出那些質地可以做膠 那另外呢就是 是從焦油呢就是可以做護膚啊 還有各樣的醫療的作用的 有很多種的植物呢神做 都是對我們有醫療的作用 這個對比熟靈上就是神能夠医治人 神能夠医治心靈的憂傷 這個是熟靈的對比 我想說呢我們色經不是全部經文都可以這樣的 其實這個可以說不是色經 而是我解釋了這個經文之後 講到神物質上的供應之後 講出神同時在熟靈的境界都如何祝福我們 就是說我講到在熟靈境界的祝福 那個部分呢其實不是色經的 那個部分呢其實是對比 神呢在熟靈的境界都如何祝福我們的 那神就是會做不同的這些物質可以医治人 那同時神的靈是會有医治的作用的 很多人當他親近神的時候呢 那人就變得開心了 變得那些重膽得釋放了 還有神的靈臨在 安慰人的心 那如果大家有一些憂傷啊痛苦啊 當我們注目在神 其實只是做一件事親近神呢 其實讚美神的心靈已經會好轉的 那第二我們就要處理生命 就是知道我們很愛世界 很正經講到 如果不愛耶穌超過一切呢 就不能夠做祂的悶徒 那我們就說神啊幫助我們 不要去被世人的事呢 天掛我們祝福家人 但是呢 是被世人拖累被家人拖累 一整天他們開心我們就跟著不開心 或者他們不肯信主 我們就揹著重膽 其實他們是另一個人的 我們盡力去幫他 但是他不肯接受的時候 我們的心就不要揹著重膽 或者家人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不用說為什麼我配偶 經常都這麼容易發脾氣啊 那我們就要學習 就要轉掉他們的傷害啊 不需要放在心上 不用介意 那我們這樣的時候 去親近神呢 就會得醫治了 但是有些人呢 始終信耶穌一直都沒有做這件事 所以呢 他們就很難得到醫治的 那跟著呢 就是第十八節了 十七十八節 就是講到呢 雀鳥在樹上搭窩啦 蛤呢 就是住在松樹啦 那麼呢 就和呢 高山就是野山羊的住所啦 野山羊可以住在山上啦 很特別的 野山羊呢 在那些很斜很斜的石那裡 都可以在那裡走來走去的 就是我們人真的很難想像 這麼斜的石頭 它怎麼可以站得穩呢 它真的呢 是 時事都是這樣做的 那這件事是我們真的很 很驚訝 就是在這麼斜的山坡 一樣有一些野山羊在那裡居住 那岩石是沙藩的藏身處 沙藩呢 其實是 鰻鳥 是 岩鳥 一種在石頭居住的一種的動物 那還有呢 就是 那些樹啦 給雀鳥住啦 還有那些高山啦 還有那些岩石啦 都是有居住的地方 那這裡是說出什麼呢 神給不同生物 有不同居住的地方 其實全世界任何地方 就算沙漠都有很多種生物 就是很驚訝 沙漠 怎麼生存 但是沙漠裡面呢 是有不同的生物的 這個就是看到 神呢 是能夠在不同的環境 供應不同的人 那 屬靈的對比是什麼呢 就是 神是我們的 避難所 是我們的居所 我們可以居住在神裡面 在神裡面安穩 破蕩 也都呢 在神的家 因為呢 神的兒女呢 是 普遍啊 是更有愛心的 那麼呢 在神的家裡面呢 我們可以得到 愛心的幫助 照顧 那這個是一個禮物來的 那 那 神呢 給這些生物 都有不同的居所 神給基督徒呢 也都有居所呢 就是在神裡面 以及在神的家裡面 這個是一個禮物來的 那 我們應該多謝神 多謝神啊 我們可以 在神的家裡得到安慰 可以在神裡面得到安慰 就是 就算有些人 他們是 孤兒 或者受了很多傷害的 當他 親近神 愛神的時候 在神的家呢 他可以得到安慰 當我 第一次去到教堂的時候呢 我是很驚訝 那些人呢 會聽我說話 會關心我 那這件事在跟我對比 在這個世界是很不同的 在我當時來說 家人就很多 就是很多 罵啊 就 學校的同學呢 就喜歡笑 總是喜歡取笑人的 那我自己呢 就經常被人取笑 我真的覺得很 很多時候 一方面我就想跟他們 教皇 但是另一方面呢 是很不開心的 有時候 他們笑完之後呢 覺得很不開心 為什麼總是要用這個方法呢 但是我去到教會的時候呢 真的覺得 那些人的接納呢 是很大的禮物 所以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我還記得 哪一個跟我說 你下次再回來呢 那我就一直都回教會 就是我真的覺得在神的家裡面呢 是一個很大的祝福 那我希望 所以大家我們一方面就說 欣賞神 在自然界 去做這麼多居所 神也都在屬庭裡面 是我們的居所 和教會是我們的居所 那我們呢 就 深信神會 給我們居所 自然 祂會供應我們的需要啦 神會照顧我們啦 神會 在各方面支持我們啦 所以我們就 需要擔心 不需要懼怕 神一定會為我們開路的 神一定會 供應我們的 好 我們接下來就再看下去了 然後呢 就是安置月亮 為定節令 日頭自知沉落 就說到神造日月 那這裡說到月亮呢 就能夠定節令 日頭又懂得自己會 就是那個說話好像是 日頭圍著這個地球 轉 從人的角度 這個是從聖經從人的角度 但是聖經也有說到 地球是懸掛虛空的 那所以 聖經 神是知道這個地是怎樣的 不是說 就是好像 神呢 就不知道這個世界是怎樣 神造造世界 神是知道的 那 那 神造日月呢 其實也是很特別的 就是 其實每一樣東西 我們看到神的細心照顧 那如果大家知道呢 就是 日頭距離地球 太陽有一個指定的距離 如果這個距離太遠呢 地球就會冷 人就會冷死了 如果太近 又會熱死的 就是現在呢 其實是一個最適中的位置 不過因為人類犯罪 所以這個世界呢 是越來越變差 就 其實有很多方面呢 就是因為 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 Jet Stream 這個比較 就是 氣候來講 一個比較專有名詞 就是講到 因為地球轉 是有一個氣流 圍著地球一邊轉的 而這個氣流呢 是會有上下 就是它會 因為 下面的熱風 會吹上去 就令到 那個 這個 這個氣流呢 有時候就會向上 向北 有時候呢 又會向南的 就是北面那些 那些 冬風吹下來 那所以 有時候呢 在北面的地方 都會經歷到熱浪 然後呢 在南面的地方 都會經歷到一些冷的日子 就是這個 Jet Stream 就是一個氣流 在這個地球上的氣流 而因為 這個地球一路變差呢 這個情況是越來越差的 就變了這個氣流呢 滯流很久 還有呢 就將 熱空氣帶到很北面 就是有些很北面的地方 都會有熱浪 還有很難免呢 都會有雪 還有停留很久 大家聽到呢 近期有很多 洪水 在 這兩年左右呢 那個情況是變差的 洪水的情況 是非常之嚴重的 還有乾旱呢 有些地方就是乾旱 還有熱浪呢 是很嚴重的 就是這個Jet Stream 它因為那些 熱的緣故呢 就變了不穩定了 造成這些的問題 但是本來神造這個世界呢 是 就是 非常之美好的 有日 剛剛跟太陽的距離 是對我們最適合的 但是因為 自從人類一路破壞環境之後呢 就造成很多的問題 越來越嚴重了 但是依然 在這個情況之下 依然這個世界 依然是 還是一個好的世界 不過我自己就覺得 越來越近 世界末日了 因為呢 那個 情況是越來越嚴重的 就是我覺得 很多方面 戰爭啊 一些 灌災啊 熱浪啊 這些都會越來越嚴重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 月亮 月亮也是非常重要的 神造月亮呢 也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重要呢 就是 月亮呢 因為它有地深吸力的 所以它有地深吸力 又加上太陽的吸力 兩樣吸力在一起呢 就會造成有 潮水漲退 潮水漲退呢 是 每一天不同的 如果大家留意呢 它是有時又高些 有時又低些的 因為有 如果只是月亮 那就近月亮那邊 就潮水漲了 但是呢 它又有太陽 所以兩個人合起來的時候呢 那個 力量是 不同的 那麼 潮水漲退其實是很重要的 有時有些 我們真的想都想不到的 因為這個潮水漲退 所以海洋是有氧氣的 因為那些 潮水擊打空氣的時候呢 就會 帶來很多氧氣 進入水裡面 如果不是這些潮水呢 水裡面的生物 是會很少很少 只是靠它自然溶化 那些氧氣溶化 是會很少很少 氧氣在水裡面 那這個都是神 創造月亮呢 是有很奇妙的作用 就是這個就是 神的細心 好了 那在屬靈上是怎樣呢 對比屬靈上呢 就是神呢 是我們的光 是世界的光 祂呢 又是我們生命的光 祂能夠將 光帶到我們生命之中 叫我們不在黑暗裡面走 要信耶穌的人呢 有世界 有神的光 在裡面呢 照明我們 變成有盼望 我希望大家都有盼望 大家有沒有盼望呢 有些基督徒真的沒有什麼盼望過 因為他 他很灰心 他只是注目在人那裡 他說人很多問題啊 我很不開心啊 人經常都這麼多問題 我不開心啊 他不會看到神的恩典 他不懂得從神得力 於是呢 他只是看到世界很多問題 家庭很多問題 工作很多問題 有些人說 我家裡也不開心 我上班也不開心 我到處都不開心 那其實 當一個人是這樣的時候呢 他首先學習親近神得力 那也都學習在教會的關係啊 學習怎樣去得力 但是有些人就不懂啊 他去到教堂 他只是呢 或者只是喜歡某些人啊 他沒有珍惜在教堂裡面 一些熟靈的人啊 那他只是有些人呢 有些人可能呢 都容易講閒話 容易做不好的事情 所以他在教堂得不到幫助 或者他有人不好 他就很受影響了 其實我都受過基督徒的影響 甚至傳道人的護面的影響啊 但是我 我就會說 這個是他的問題 不是神的問題 也都不是教會的問題 是他的問題 那我就不會放在心上 那我只是說 這個人有問題 我不需要介意他 但是我 不需要因為這樣 而turn off教會 就是將教會呢 在我心中除去 那而我真的覺得 一路以來 就是神的家 雖然現在我是 是牧師 我是幫助人啊 但是我同時我覺得 我和弟兄姊妹的關係 都是給我有安慰 有力量的 那這個就是 我們能夠學習成熟地成長啊 耶穌是我們的光 教會也都將光帶到我們生命之中 但是有很多人呢 他們不懂得在教會裡面得力 他們注目在那些不好的人 於是呢 就教會生活都很淒涼啊 那變成了呢 人生沒有意義 沒有目的 就是 事事活在 痛苦 憂傷 煩惱的女孩 OK 來到這一點 有沒有人有 問題啊 有回應啊 就是說呢 有時候人的影響 或者教會的人的影響 影響了我們 變成了我們在光明中行 而是在黑暗中 沒有盼望 有沒有人有 問題或者是回應啊 OK 如果沒有呢 我們就繼續了 如果大家有問題 你只聽到我一問呢 你就知道 如果不是呢 我們就繼續了 好 那如果 那如果 那如果有個人 他都是 上教會 轉目了 在一些不好的事上 那我們應該要怎樣 就是勸化他呢 那我們就 其實基本上都是 聆聽他 關心他 就是 輔導的方法 就是 接受他 是真的有痛苦的經歷 真的有些人 在教會也是有痛苦的經歷 這個是事實 我們不否認這件事 那而我們 同時都問他 好了 那 你有沒有看到 教會有些好些的人呢 你有沒有看到耶穌的好呢 有沒有從耶穌得力呢 從他了解啊 就是 譬如有些人 他又沒有從耶穌得力 他又沒有從人得力 或者有些人是這樣的 我見過有些人 他是很負面的 那有沒有人對他好呢 有的 有的 有些人幫他的 不過他呢 幫來幫去 都是 接受不了的 總是 很埋怨 就是 為什麼 別的人對我不好呢 為什麼做工有這麼多不好呢 那時候 我們就是用 教導的方法去引導他 去思考 好了 既然有些人不好 那我們 是不是繼續吃他的垃圾呢 這個世界上 因為 教會 不在於每一個人都是好的 因為 人總有罪 很多人其實就接受不了 教會 裡面有罪 接受不了 人有罪 有些人就說 哇 教會都這麼不好 基督徒都這麼多不好的 甚至教牧都有這麼多問題 我真是灰心了 那我們要學 就是說 是人不好 不是教會 整體不好 不是神不好 是人不好 那這個第一就是 他分辨到什麼不好 他就不把眼睛 放在這些人身上 譬如在我初信主 我已經見到教會 有些好好的人 但是我也都見到 有些人很驕傲的 在教會裡 那我 聽到的時候 我覺得 為什麼他說話這麼驕傲的呢 那我不會因為這樣 我就turn off 了教會 那這個所以 第一樣我們幫他 那第二樣幫他 就是 怎麼樣得力 就是帶著他一起站 很親近神 享受神 這個觀念很多人都沒有 但是聖經說 以神為樂 就是 以神為我們的喜樂 那神是我們的喜樂 因為神會祝福我們 神會幫助我們 神會幫助我們 我們就開心了 那這個我們需要帶領他 可以大家用過的祈禱錄音 去傳給他們 比如說 怎樣享受神 在祈禱的時候 享受神 那怎樣得力 然後 處理內心世界 就是說 有些人不好 我們分辨了是他的不好 不代表是神不好 當有人對我們不好的時候 我們就 在心裡跟自己說話 就是 就是 化解自己的內心 這個人呢 他因為 可能受了很多傷害 所以他很難傷害人 他雖然說信耶穌 但是呢 他裡面其實有很多苦毒 所以呢 他會這樣 而我們在教會呢 都會見到一些更有愛心的人 那有愛心的人 就是說呢 教會不是每個都是好的人 有些是真的很有愛心的 那我就 珍惜這些人 有人對我好 有些人呢 真的有人幫他 但是他不珍惜 他覺得人家幫他好像是必然的 那我們學習他珍惜 就是說 是禮物來的 有些人對我這麼好是禮物來的 我就珍惜他對我們好 有些人 他不好呢 我不代表我生氣了他 我不生氣他 但是呢 我會將他那些普遍的說話 放在心上 那這個就是我會處理的方法 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呢 那這裏呢 跟著講下去呢 就講到呢 神所做的何其多 是他智慧所創造的 那還有呢 有何有很多大小的活物 那這裏呢 就看到神那個創造的那種 多元化 就是神呢 做海 那海洋生物真的很多種的 有很多植物 很多的動物 那有些人去深海 覺得不可能有生命的 但是這個深海裡面呢 都有一些很 有趣的生物 有些會自己發光的 很多種 有趣的生物呢 在水底裡面生存 那這個真是 人很難想像的 怎樣生存啊 那這個就是神那種的 智慧啊 能夠做出不同的生物 那這個都是神的細心喔 因為這樣的時候呢 那些生物就能夠善用整個環境啊 因為神的特色就是他 整個環境都能夠支持生命 這個就是他的細心的地方 好了 那在屬靈上是怎樣呢 屬靈上呢 就是說 神呢 是做很多種不同的人 很多種不同的基督徒 如果那些人愛著呢 無論他是什麼背景 有多少憂傷 或者他的智力有多少高 不要緊的 所有這些問題都不要緊的 他都會在生命裡面呢 得到一著風靜的生命 譬如那時候呢 我見過 世伯小組 教會 有些 世伯小組呢 全部都是有一些有智障的人 那個 帶領的人 都是有智障的 那他帶領其他人 雖然他本身有智障 那就是他講話呢 好像 就是普通人看就覺得有點奇怪 但是呢 神都用他去祝福其他人 那這個就是神的特色 譬如有些人是罪犯的 那在香港有一個叫做Teddy哥 那他呢 已經 沒多久之前已經離世了 他就幫過很多黑社會的人信耶穌 他本身是黑社會賺很多錢的人 但是神呢 就 教導他 讓他呢 是 讓他 就是 離開 那些 犯法的 犯法的行為 那就是神呢 都能夠 接立 不同 背景 不同 能力的人 每一個人有不同的 譬如好像我自己呢 神做過呢 是很有 科學的 想法的 所以我有很多科學的證據 同時呢 我也很有感性的 我感謝神 就是我 會感受到神的愛 我也很感激神的愛 很歡喜神的愛 神將這些聖情放在我裏面 但是我裏面依然有不同的要學習的 那我譬如 我自己來講呢 我是沒有 就是很強烈 聆聽到神的聲音 先知性的恩賜 或者是 見到異象的恩賜 但是神又讓我聆聽到神的教導的恩賜 就是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恩賜 那有些人呢 他好像很弱 但是他很容易聆聽到神的聲音 有時候我都 就是 有些人都會覺得很奇怪 這個人 靈命這麼弱 為什麼這麼容易聽到神的聲音呢 就是 就是每一個人 他雖然有他的弱點 有他的強項 這個就是神的多元化 在屬靈的境界的多元化 在物質的境界 也都在生物的境界 也都是有多元化的 那就讓我們看到 神在物質界這麼豐富 神在屬靈的境界也都更豐富的 那麼我們 詩篇104篇呢 就講到這裏 就是說 他 即是將 馬太六章那裏 耶穌講到 我們不用憂慮 因為神會照顧飛鳥 又照顧伯伯 那 而 詩篇104篇呢 我就看到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將這件事擴展 就是說 神照顧這麼多東西 神做水 神呢 是 有草 有 菜蔬給 還有 生果給 動物和人吃 有做不同的 酒啊 油啊 糧食啊 還有 樹木的巢 給雀仔居住 那這個都是 神就是我們的居所 神就是我們的生命糧 一個對比 就是說 在物質境界 神怎麼照顧 在淑寧境界 神是怎麼照顧我們的 神給我們 有一個居所 而教會是一個居所 是一個禮物 我們就珍惜教會 也有教導的 就是有人得罪我們的時候 我們需要去處理 但是我們不是強硬的處理 而是有愛心的處理 還有呢 神做這個世界很廣闊 很多種的生物 而在神的街上也有不同的恩賜 不同的 每一個人不同的性格配合 因為我們當時看到淑寧 在物質境界神的創造 我們都看到在淑寧的境界神的創造 那我們就感謝神 我們就信靠神 我們就不擔心了 神既然 物質境界都這麼豐富 在淑寧境界也是更加豐富的 還有如果我們有機會 看多一些不同的人的見證 就看到神如何祝福很多種人 就看到神在不同的人的工作 我們就深信 我們真的活在神的靈命 神一定照顧我們的 這個就是我們從一篇 詩篇可以看到很豐富的 這個方法 有沒有人有問題 或者是 那麼如果 祈禱之後 你都想到問題 你都可以問的 有些提示給你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我們從耶穌的說話 知道呢 天父照顧飛鳥 天父又照顧伯伯 我們從詩篇104 看到神 是真是各方面 很細心地照顧所有的生物 神真是很細心 神真是很有愛心 也都很有能力 很有智慧 令到這個整個生態環境 都是非常之美麗 我們 當我們有機會去到自戒的時候 真的覺得很舒服 很平安 很開心的 所以農夫是很少有精神問題的 那些人居住在一些郊外的地方 在那些地方活動 他們是 心理上比較健康的 因為神做這個世界是令到人 開心 快活 我們多謝天父 而相對地 在屬靈的境界 神給我們更多的恩典 神就是我們的居所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 教會也是我們的居所 讓我們在教會裡面得到安慰 我們也可以把愛帶到給教會裡面的人 神也是活水 精靈的活水在我們心中 賜給我們生命力 耶穌也是我們的生命糧 能夠供應我們屬於一切的需要 我們整個生命都可以變得豐盛 開心 當我們看到神這麼多各方面的祝福的時候 我們就說 神啊 我還有什麼需要擔心呢 神是這麼好的時候 我們什麼都不需要擔心 我們就相信神必然祝福 就算我們有一段時間 有經濟困難 有各樣的困難的時候 我相信神一定會有開路的 我們都盡力處理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懂得怎樣跟人相處 怎樣做好的工作或者好的事物 以至神能夠供應我們 求主幫助我們 活在平安興省和有目標的人生之中 做人做得開心快活 做人做得是有目標的 不是頹喪的 不是放棄的 多謝天父 求主的靈更新我們 讓我們每天都去宣告神的大愛 神的恩典 神怎麼祝福我們 讓我們事事事事正面的思維裡面 多謝天父的大恩 多謝天父的大愛 求主與我們同在 願主的靈更新我們 多謝天父 感謝耶穌 好 求主幫助我們更加享受神 更加歡喜神 同神得力 來到奉主耶穌聖明 阿門 好 祝福大家 還有沒有問題想問 你說你解的時候有物質界和熟靈界 這個熟靈界和你之前好像說過不是從靈異去解 其實你解釋過兩者分別 但是我還是不太明白 可不可以再說多次 OK 靈異解經的意思是什麼呢 靈異解經就是見到什麼經文 它就不會從它表面的意思去解 因為聖經呢 是用 即是 從人講話的方式的 我們整本聖經 我們看到聖經 不是一本神秘的書 有些人覺得聖經是神秘的書 所以他們看到什麼字眼 都會找一個神秘的意思來解經的 那即是譬如說 門徒去耶路撒冷去以馬五思 以馬五思代表什麼 耶路撒冷代表什麼 什麼都是代表的 那 我們就說這兩個門徒 他們當時有悲心 他們離開耶路撒冷 就這樣已經是解釋了 但是他們就不是的 他們就會將 我不清楚他們為什麼 因為我不空去看他們的廣道 但是我知道他們會這樣解釋了 譬如我另一個例子 就是這個《靈異解經》 初期教會有七個執事 我試過聽到一篇道是這樣的 那七個執事 他們就會在希臘文說 這七個執事的名字 於是就說執事就要有這些質素 這個真的是靈異解經 為什麼呢 難道人改名字 改兒子做壞人啊 蠢才啊 沒有人改名字 當然有 當然有個淑靈的意思 但是他有這個淑靈的意思 不代表他是這樣的人 不如 我們英文名字都有 Joyce 有些人叫Joyce 希望他開心 不過不是每個Joyce都是開心的 我們不可以說 喂 我們教會有些人叫Joyce 就是我們教會 是充滿喜樂的 未必的嘛 那這個《靈異解經》就是 總是由人名啊 地方名啊 還有一些物質的東西 總是代表另一樣東西 這樣就來到解經 那我解一師篇 103 104篇的時候 我是 就是完全照他的字面的意思 就是神 怎麼創造 崛洋的東西 不過我加上科學的印證 這一點我是講明的 因為 其實聖經沒有講完 在科學上了解水啊 這些 居所啊 這些食物啊 對我們的益處 就是聖經沒有講完 但是科學有發掘的 但是這些發掘呢 其實是神做的嘛 就是神才能那個人 但是神是祂做到 水呢 四度是最痛的嘛 所以我是用科學去擴闊 這個經文 就是我都會講明給人聽的 聖經就說了 神做的賣物 祂的益處 但是呢 聖經不是一本科學的書 它都不是把所有科學性的東西 都說出來 那我們可以用科學來做去了解 好了 這個就已經解完CPA104篇的 但是我當我看CPA104篇的時候 我看到神 怎樣在物質境界 祝福生物和人 同樣 神也都在熟人的境界祝福我們 那所以呢 我就是一個對比 就不是一個解CPA104篇 而是一個對比 神在物質境界做這些 神在熟人的境界也都做 相類似的東西 來祝福我們 就讓我們看到 神在物質境界這麼細心 在熟人的境界也這麼細心 所以是一個對比 那如果我想一個例子 就是聖經其他例子 有沒有一些例子可以這樣 譬如說神創造天地這樣 神創造那樣的東西 那可以 一方面我們解經 聖經講到神六天做些什麼 那另一方面我們都可以對比 那時候一定要講明天國 這個不是解創世記第一章 而是呢 對比神在熟人的境界做的事情 是很豐富的 是各方面多元化的 很多種的生物 令到這個世界很平衡 同樣在天國裡面 神是做不同的基督徒 各樣的恩賜是非常平衡的 就是 教會不是每個都是保留的 教會不是每個都是比特 教會裡面是有很多元化不同的恩賜的 有些人是很強烈理性的 有些人是強烈感性的 有些人是很強烈有聖靈的經歷的 有些人是少一些的 但是這些人全部都可以配合一起 這樣 就是這個就是一個 在用物質境界而 引伸到熟人境界的形容 我回答你有沒有回答到 一個隱身來的 一個隱身 是的 而這個隱身呢 這個隱身是不是我自己推出來的 這個呢 純粹是真的 我們自己 純粹我們自己 就是說 正經有講到 這個物質的水 也都有講到 活水 那我就 跟正經相類似的字眼 它的意思是被居所 神也都講到 它是我們的居所 是不是被難所 那來到去 就是從屬靈上 神都有做這些事情 那有一個對比的原因 就是 那如果我要這樣隱身 呢 我就要很熟悉 聖經 是啊 那你 是啊 那你需要看 就是看一下那樣東西 有沒有隱身 但是這個 其實這個情況是 不多的 因為為什麼呢 聖經是不多講到 物質境界的 就是不多講到 神創造物 就是 CP-180 四邊是可以說 比較豐富的一邊的了 其他的呢 就不是這麼詳細去講的 嗯 所以 有很多經文 不是有很多經文 我們可以這樣隱身 嗯 明白 麻煩牧師 OK 那譬如 我另外一種 如果我想到一個對比 就是 有時候對比 我們講明這個不是一個 就是 是一個經文的擴展 或者是人用 譬如聖經講到 行任時秘促的婦人 那這個人物 那我們應用的時候 都是會隱身的 就是應用到 譬如有個人 他是在這個奸人裡 這麼凄涼 那又是神怎麼拯救他 那這個跟那個經文呢 是有類似的地方 不過又不同的 那我們就說 這個是一個應用 就是通常我們就說 這個是一個應用 譬如說 就是神跟不同的人相處 那這裏呢 就是神跟那個人的相處 那有時候那個應用會擴闊一些的 譬如耶穌說 你要得人就得兒了 那我們在 我們應用的時候 可以說 我們每一個人可能有不同的恩賜 這個是應用的 這個是應用的 這個應用 對比比較少的 就是我 我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感動給我 看到在物質境界 神都這麼豐富 同樣在屬於境界神 都是很豐富的 這個是一個 在這篇詩篇 就是特別有的 可以對比的方法 我們一定會做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